我就要一句阿弥陀佛 一句阿弥陀佛能够念到清净心 你正阿鲁汉苦 念到平等心你成了菩萨 念到破无名的你就成佛了 法身大死 一句阿弥陀佛成功了 为什么 一切一切一切皆宜 花言经上说的 这一句名号就是 一切祝福菩萨的总名号 念念阿弥陀佛 一尊佛 一尊菩萨都没有漏掉 全包在里头 念这一生阿弥陀佛 祝福菩萨所说的一切经典 也统统在这个名号里头 一部都没有漏 全都念了 要懂得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现代量子力学家都懂得 大臣经里面常说的 戒止那统统 戒菜子很小啊 这里头有统统山呢 有大清世界 谁能去 普贤菩萨 能入微尘里面的 插头 微尘小 极微色 这里头有大千世纪 跟外面境界没有两样 大小宝 有海鲜老活生的本事 就能入微尘里面的发解 做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 给我们看了 希望我们再不要争了 老老实实做佛的词 做海贤的词 与人无证 与事无求 你的心多清净多自在 这句佛号 念熟透了 发喜充满 长生欢喜心 这就对了